男人的话不能信 是吗 男人很难给你讲真正的理由的 对 比如说呢 因为男人容易回避 或者他另外找个原因 他觉得不会伤害你啊 或者什么的 他真正那个原因 肯定是最要你命的 他不能说 男人一般比较怕伤害对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不直接 这个是分手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藕断撕连 或者是这个分手分不清楚 然后三四个月还在纠缠 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不够诚实 我那天在一个 在一个咖啡厅 然后旁边的一个男生 在跟他的女朋友 两个人微信视频分手 已经分了三四个小时 这样子微信视频 对微信视频分手 就在咖啡店 旁边的人都这样 对 然后听了 我听了很久很久 其实我东西早就做完了 但是我就听了很久 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说那么久 就是当彼此问 你是否还爱我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去诚实的回答 这个问题 虽然连我都看出不再爱了 但是他们在面对 这个问题的时候 总是说 你说不爱吧 也不是 就还爱 但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我当时在旁边特别着急 我特别想替他们 把这个手给分干净 你知道 因为你只需要诚实的说出 那三个字 不爱了 就可以成功的分手 但是你说这个 你觉不觉得有个字很奇怪 就是这个爱 按说人们都撒谎成性 恋爱当中很多男人 撒谎成性 但是偏偏呢 我怎么就觉得有很多时候 就说你还爱不爱我 好像对于有些人来说 比如说我 我可以在很多别的事情上撒谎 但是当女的真的问我的时候 按说撒谎就完了 我爱你 但是好像就觉得这个 就说的不痛快 就会觉得似乎对他还有种神圣性 还有种纯洁性 或者说这像一个承诺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 如果不爱了 说别的都可以 就是说他正面问你 你还爱不爱我 我还说的真有点困难 真的 那你还是个好人 这还有一万吗 今天你 想不到 像是二十年 那光是文道讲这句话 他就不是个好人 你敢说文道是个好人 咱们这个里边看着不像好人 那是做你对面这个 那个就不用讲 看起来 那关键字说看起来不像好人 实际上也不是 分手专家了 我懂得分手的话 我今天那个还用这么苦劳吗 因为我告诉你 你们刚谈说要不要承认 我爱你不爱你 这是最难的部分 那什么叫爱呢 到底什么叫爱 而且爱总有高低起伏 所以当你说很难讲的出口 往往是因为自己 其实没有想清楚 但是也有个简单粗暴的评价办法 就男人要说这么多话 肯定是不爱 对吧 你要是能够毫不犹豫的顺口而出爱 那就是爱 对 然后你还要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一想 我爱你回答 你通常就不等了 整个人的关系 从行为主义 行为角度来看 比较好摆定 假如你整天很抽象的 来无影去无踪的跟我谈 要我承诺爱跟不爱 答应你爱你 我觉得太荒唐 我觉得爱跟承诺 这些是两码事 当然一般我们在问 这种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你爱不爱我 我爱不爱你 这种问题的时候 之所以大家觉得 不需要定义 详细去定义的理由 是因为那个语境本身 其实是已经包含了 一些定义的范围 比如说你在分手的时候 你再问 你还爱不爱我 跟你在结婚的时候 你爱不爱我 其实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而那个意义 正常情况下 大家能理解 假如一个人 不能觉得需要再想想的话 我觉得就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他真的不能理解 假设 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一刻发现 他需要再仔细区分 是因为他对一般情况下 他认为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爱的那个定义 他没有办法完全负担 还有闻到 闻到 假如因为从这个推论下去 除了说定义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关于爱 就是说 好 你说你爱我 那隐含的语境 也隐含说 当我问你爱不爱我的时候 其实隐含的 我在问你 你愿意为你爱我付出什么 OK 其实是要后面的 当男人问女人的时候 跟女人问男人 还有不同年龄的男女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经常看到一种情况 还蛮可悲的 其实不仅发生这男女关系 像我用我女儿做举例 有一次我跟我女儿 因为一些事情 其实经常因为一些事情 讨论 意见不合 矛盾 生气 我女儿有一次就讲 老包 I love you 她讲英文的 翻译为中文 就说我爱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OK 那我很难过 我当然很相信 可是我觉得这种感觉 用在很多男女关系都是 我爱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某些行为 性格 态度 所以我没办法 跟你一起生活 可是你问我爱不爱你吗 我还是爱你 可是当你 问我爱不爱你的时候 其实你期待我为这个爱 也接纳了你那些其他事情 我跟你说 好多老情人就是这样 20年后我还是爱你的 但是只不过没法跟你过了 感情这个非常细微 所以说一落到现实 有时候就显得丑了 就像你说的 你愿意付出一些什么 我跟你讲 我原来跟文涛老师知道 我一个故事 我之前打电话跟人家分手 然后打电话分了六七个小时 打电话晚上 然后对方说 我们倒数三二一 然后都挂了电话 然后就再也不要联系 然后他数三二一 我真的挂了电话 过一秒钟 对方打回来 说刚刚是没电了 还是你挂了 我就很怂 我说没电了没电了 然后再继续聊 就是这个过程 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觉得 对任何的年龄的人来说 就是分手都是一件很 就还是一件挺苦恼的一件事情 最困难在哪 最困难我觉得就是 你无法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情感 和面对对他人的情感 你就刚刚说 你说问你还爱不爱我的问题 其实我发现 我自己在感情当中 我特别喜欢 我每天都问对方 就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我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 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不得没男朋友 没有 但是我后来发现 马上走 问毛了是吧 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 续约的一个条约 你知道 叫你爱我 我们就又续了一天 要是有一天 你可能不太爱我 我们就不续这个约了 所以我觉得 就每天逼问 我觉得也是 拷问对方情感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去诚实的面对 自己最他人的情感 你那么缺乏他安全感吗 需要每天确认 对 我每天问 然后 那你现在不是预备 要跟一些有个复合名单吗 我觉得他们会不会 第一句话 你还会每天 他也有符合条件 你不能每天问 你看那天 我们跟那个周迅聊 我就发现 他有点这个 他就说 比如说 他就说 你每天说早安晚安 他也不是说 非要要求你说 但是如果你说了 每天都说早安 每天都说晚安 突然有一天不说了 他就有点落空 对 女人是这样的吗 就是需要感觉到 自己在对方生命中存在 然后是有一定的重量 有一定的这个 对方生活的一部分 反正我觉得我好像 还挺需要的 挺需要这种缺乏 那你 那方舟你 而且我特别害怕对方 比如说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同情 因为责任感 因为觉得 哎呀 谈了那么久 我们是不是还是往婚姻的方向走 而就是跟我续这个约 我特别害怕这一点 特别害怕对方 其实存在一个 他只是关系 而不是爱的那种状态 那真的累啊 那对方不仅要告诉你 我爱你 还要证明我是真的爱你 我不是因为同情而爱你 不是因为施舍什么 那我刚想问说 那你有到过来问自己吗 你每天都是用同样的强度 来爱对方吗 你不能容许自己那一天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要来见文涛的关系 都根本忘记了对方 你不能容许吗 我会跟对方说呀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双向 我会跟对方说说 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没有那么可爱 或者是我觉得我好像 今天我有点没有那么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这种诚实 应该是就是双向 所以你必须天天重新确认 你的时间感 对 是依照每日24小时来进行 或者至少每周半 就是因为我觉得人 我觉得爱情是一个特别变化 和动态的过程 你不能说第一天 我说爱你一辈子 我就指着这个承诺过 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 就刚才嘉辉讲了说 你怎么知道 对方说的是真话 那么这就先是一个信任问题 但信任这个问题 在哲学上是没办法获得最终保证的 这基本上是一个逃不出去的一个吊诡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让你证明我确实是好人 我跟你说 我都跟他不一样了 你讲诚实 不肯证实 很重要 对吧 我接受谎言 比方说 不要说分手 就比如说就是别人拒绝我 你知道吗 就好比说我说 嘉辉我请你参加我的节目 对吧 那嘉辉可能说 哎呀 我昨天怎么这么很忙 明天搬家 后天什么 哪怕我知道是谎言 你知道吗 我感谢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别人费脑子 编织一个谎言 这是给我很大的面子 那比直接说我不去 或者说 对啊 他编这个谎言 他也费能量 我就觉得 这就叫 就是我会有点感恩 就是说 确实给我面子 同样你知道 哎 你要这么一说 我还想起来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什么 一个活动的场合 突然间有个大明星 过来跟我说 说哎 文道真不好意思啊 就说 我不是那天不去参加你的这个节目 我是有什么什么事 我当时说实在 我挺感动的 我说人家这么大腕 还这么体贴的 我说哎 我说我干这个20年 被拒绝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我怎么 我怎么可能 为这个事情 这个 为这个事怎么会得罪我 或者一点都不会有 这只是 人家体贴我 所以呢 有的时候 我就 我就觉得 别人呢 找了一个理由 其实人家是不来 对吗 但是人家都愿意给你找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谎言也是对我的尊重 这真是个好人 但是 但是OK 但如果换成 这不是比如说 是不来做你的节目 而且在感情中 欺骗你 可以的 也是因为花了一番力气 因为 因为本来 你把自己放得很低 很低 不是 因为我也这样对待别人 因为没有真相可言 你记得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里玩 我来了 我就看一个小女孩 就像她这么大岁 躺床上 我们在喝酒 她早就喝 喝晕了 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啊 夜里就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说这疯了 我会 她说就是失恋了 失恋了 你看你就觉得 她 一定要弄一个为什么 这个 其实 是不是 可能人的心理上 有个闭环 就是 我总得有个原因呢 可是那个时候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 一位 一位 我的老师 我觉得她说的很智慧 她说 分手 不要问为什么 她说了 也不见得是真实的原因 你又何必 非要追究 这个原因呢 但是有的时候 好像 哪怕是个假的理由 至少自己心里 有一个安放 那有个句号嘛 然后我心情才甘心嘛 才放得下来 而且给理由 其实它背后 有一个逻辑 就是说 他下一个就可以问 那我可以改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多人 分手分不干净的 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 分手有一个 大的忌讳 就是去指责对方 和数落对方 好多人分手的时候 他就说 因为你什么不洗澡 然后因为你这个东西乱放 因为怎么样 但你这样的分手 永远是分不干净 因为对方说 那我可以改嘛 其实他也改不了 然后你们的这个感情 又被毫无意义的 续了半年 你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对 然后 我觉得 反正作为男的 很多时候 要是被女的抛弃 老是想说 我一定改邪归正 我一定改 其实他不要你了 就是不要你 对 所以我有一个分手的 就我有一个分手的 诀窍 一个必杀计 就是其实 其实分手就是跟辞职 是一样的 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 你应该只剩下感谢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谢谢你的栽培 那我现在要走了 然后我们 我们彼此都有美好的前途 就只有感谢 这是日系的吧 这是日系的 就是别人为什么 你就谢谢 就是我觉得 这是唯一能分手 就是反正我 我自身经历的 比较有效的一种分手方式 就是只有感谢 这时候街角 洒下一缕阳光 旁边有一只猫跑了出来 日据分手 那我在想 就回头讲 为什么 这个问题 为什么仍然很重要 就大家还是会问的 是因为 为什么 当人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并不是出一种 知识上的好奇心 为什么茶会是 这种味道这样子 为什么是在 人类世界里面 一种关系的 修复跟表达 对不对 像社会学 Charles Thierry就讲这个 就我们 当我们问 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说今天 嘉辉如果迟到了 那我问 为什么迟到 其实我并不关心 你迟到的理由 我们要的是 你随便编个理由 你编个理由出来 其实那个理由是干嘛 是用来表示 你很对不起 你并不是毫无意义地知道 你要 就算我们明知道 是假的理由 但是你要用那个表态 来说对不起 然后如果我们接受了的话 那其实就是这个关系的修复 所以同样的 在分手那个状态 问为什么 是从一种关系 转换到另一种关系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当我今天知道 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 我问这个的东西的时候 是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关系破裂掉 我在要求关系的修复 所以我会问为什么 那这时候 如果你答了一个为什么 然后我说 我也会改 那就表示我希望把这个关系 修复成那样 然后这时候 你就会不断再说更多的理由 使得我觉得这个关系 不能再修复 那么但也有些时候 当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是在看能不能从这个关系 就跳出去了 那转换成的那个关系 当然不一定是继续情侣关系 可能是友好的关系 普通人的关系 所以问为什么 就决定了你这段关系 往哪个关系转变 所以为什么还是重要的 人家一定会问的 还是需要问 可是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想过 你付出的代价 所以对方假如真的讲一个理由 你脚臭 你什么什么 你变老了 你这个拉个 甚至说对不起 他比你好 OK 我插一句 你喜欢的那个李敖 当年不是很有名的段子 就是碰见胡音梦了 回来跟他当时的女朋友说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 但是对不起 来了个千分之千 那句说得好 所以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你心里要有所准备 你又知道说你要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吗 或者说对方说谎 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能懂的说谎 说得好 然后当你 别指着我说 当你知道是假的时候 那个伤害可能更大 我们为什么在特别感情里面 我以前聊天也谈了 在感情里面我们很痛恨被欺骗 为什么呢 当我发现被欺骗的时候 我突然最大的感觉是你 偷走了我的history 我的历史 因为我整天想象我们当时 共享的事情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你不在我身边那两个礼拜 因为你去出差 去北京 那我就在那边还很担心 你在北京出差累不累 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我知道原来你骗我 原来你那两个礼拜 你去了台北 跟谁谁谁 梁文道去了台北 泡温泉 那我除了会有嫉妒 这么剔气 泡温泉 我跟你说 在乌兰还是在北斗 嫉妒折磨人的 都是这些具体的画面 你知道吗 真的 那我除了嫉妒以外 其实我更难过是说 我最不甘心是 你偷走了我的历史 我那两个礼拜的记忆 我的历史记忆 原来是空白的 原来是柳枝的 对 原来是荒诞的 我最痛恨这个 所以就这样吧 有时候是当你问别人为什么的时候 你真的还要有所准备 你能不能承受 就我刚才讲的 这个折磨都来自于具体 所以反过来讲 有的时候解脱一些被拒绝 或者被分手的这个痛苦 可以适当抽象一些 就是说我们分开了 我们的感情怎么样 我们性格不和 这样还好一点 他往往最折磨人的就是这种想象 然后就说 哎呀他跟那个人逛公园 但是我们去过的公园 保温泉 你说哎就想这个 是没法想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 我研究这个嫉妒啊 这个嫉妒里面 跟人的占有欲有关系 你比方说有些 我看一个日本的一个人 写的一个东西啊 这种心理你能理解吗 就是 他对他的这个女朋友 占有要占有到什么程度 他甚至连他 就说以前交过男朋友 他都不能容忍 但是毕竟有过 以前找过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日本人 他要逼着这个女的 详细的告诉他 你跟你以前的男朋友 你们做过的所有的事 这个女的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 每天晚上就接受这个盘问 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会有 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你们那天去了哪里 几点 做了什么 几点睡的 到了哪里 哇然后 回来还就说不对 你昨天说的不对 你几号你应该是去 哇我的天 其实你里边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 我自己心里分析啊 我认为是一种 他极强的占有欲啊 但事实上不能占有过去 那么占有你的回忆 你没有任何东西 是我不掌握的 也是一种占有的一种满足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就是爱情的本质 是不是嫉妒 因为就有太多种 你比如说 我嫉妒你 你的过去 就是你的这过去 我没有办法参与的部分 然后我嫉妒你 没有我的将来 然后我嫉妒 你现在虽然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除了和我在一起 以外的时间 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 我有的时候会 就我自己经历过 你会嫉妒对方 你知道 就是因为虽然 我们俩都是百分之百爱对方 但是爱情在每个人 生活当中的分量 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爱情 在我生命中 只占三分 占三分之二 但是对方 只占对方的三分之一 我就嫉妒他 为什么会显得 比我更轻松 更游刃有余 更有多的社交 然后让我每天 就只是去想他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 是不是 亲密的战争啊 对就是一种强烈的战争